由加州參議院夏洛柏推動的敦促聯邦政府就派華法案 正式向全美華裔道歉提案 目前已在加州參議會及眾議會司法委員會獲得初步通過 並有望在參眾議院暑期休會前獲得眾議院通過 15日加州參議會共和黨領袖夏洛柏 及敦促聯邦政府就1882年的派華法案 正式道歉提案的發起人及支持者 在保爾博物館向媒體公佈了有關這個提案的最新進展情況 議會者表示 之所以選擇保爾博物館發布相關的信息 是因為正在保爾博物館展出的唐人街的魅力 藝術家不下的加州中國城 藝術作品展記錄了1882年前後美國排華的歷史 在2009年 加州政府通過了遵促加州政府就1882年排華法案 在加州華裔道歉的提案 在2012年 聯邦政府也通過了這個提案 並對於排華法案而遭受到迫害及苦難的華人表示遺憾 夏洛柏表示 敦促聯邦政府正式向華裔道歉 將有助於揭制近年來英文媒體不斷出現的排華言論 推動這個提案也有助於 令到更多的市民了解華裔文化 以及華裔為美國作出的貢獻 林肯俱樂部主席何美媒表示 表示遺憾和實際的道歉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區別 道歉的含意是承認以前的錯誤或者是罪行 而且要對當時的所作所為承擔責任 而遺憾則是對自己發生過的事情表示失望 不必承擔任何責任 那即是為何要推動聯邦政府向華裔道歉的原因 何美媒表示 成功敦促國會向華裔道歉之後 不會再向聯邦政府要求任何形式的賠償 利用這個機會讓Senator Hough跟各位朋友們報告 SJR23目前的情形 我們知道他在6月5日已經通過加州的參議院 那這個禮拜呢 剛剛通過我們在Assembly 就是眾議院裡面這個Judicial Committee的案子 那下面大概在下個禮拜或下面幾個禮拜 會在我們加州的眾議院正式通過這個案子 今年這個議院的這個議會呢 是在8月31號結束 所以呢在8月31號之前呢 我們應該可以看到這個好消息 就是說加州的議會參眾兩院 同時在兩黨的這個幫助之下呢 通過了這麼一個議案 為我們華人社區正式對1882年的排華法案道歉 這個提案最初的發起人 美洲桐園會大姓蓋博谷知會 負責人朱約翰 蒙特里公園市前市長 趙譚美生 羅省中華會館顧問張志豪等人出席了今次的記者招待會 天下維持記者孟子民採訪報道